不要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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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刘慈欣的三体小说中 他为我们描述了一个距离地球四光年之外的三体世界 这个三体世界的文明向地球发射的讯号 就是不要回答 在现实世界里 这个世界所在的位置 就是版人马座NF星 版人马座NF 距离地球约4.3光年 这是一个三星系统 也是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系统 其中一共由版人马座NF星A和版人马座NF星B 比林星组成 星和B星比太阳要大 这两颗星相对比较陌生 比林星距离太阳最近 只有4.2次光年 是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 电影《流浪地球》的目的地就是这里 这是一颗红海星 所以它比太阳还要稳定 正处于青年时期 在没有意外的情况下 其寿命要大于太阳 多年来 科学家们通过对半人马座NF的研究 发现比林星的一居带里 很可能有适合生命存在的星球 2016年 科学家们发现了比林星币的存在 这是一颗处于一居带内的超级地球 质量至少是地球的1.17倍以上 其表面极有可能存在液态水 2019年 科学家们又发现了另一颗 系外行星 由于距离 比林星实在是太远了 导致它的公转周期 至少需要5.28年左右 2020年12月 科学家们在比林星方向 发现了一个神秘的无线电信号 这个信号是一个窄屏无线电信号 它的频率大约是980兆赫 一般来说 只有人造卫星发射等航天活动 才会出现类似的无线电信号 虽然半人马做F赤尾较低 不易被观测到 但中国古代也对其进行观测 称为南门 《史记天官书》中记载 齐南北两大星 约南门 唐代张首杰的史记正义注约 南门二星 再骷髅南 天之外门 赞 民则低 强购 暗则诸一判 克星守之 外兵且之眼 相传正和下西洋时 在图上也介绍了南门星观 作为其航海的指引星